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 中国通马丁雅克接受媒体访问 听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解读这一现象 记者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些政客将疫情政治化 您如何评论 马丁雅克答道 可是太不光彩了 对于中国出现的严重医疗健康危机 完全缺乏同情心 是太多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反应 他们将疫情当作用来打击中国的一根大棒 他们这样做的同时 也或明或暗地鼓励了某种 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 不仅仅是针对在中国的中国人 也包括在海外的华人 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英国媒体上有很多类似文章 他们只是把这场疫情 当作批评中国政府的一种手段 记者问 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城市治理和国际合作方面 这一流行病能为世界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 马丁雅克答道 我认为最大的教训将是 疾病之道对他来说边界是不存在的 他可以去任何地方 最初一些人的反应 说这是一种中国病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现在随着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必须相互学习 这是重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之一 在早期攻击中国后 现在人们说 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 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比如隔离 看看他们是如何控制局势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互相学习 直到最近 这场疫情基本上还被视为中国的问题 但现在不是了 病毒已经蔓延到所有地方 这一流行病 有可能将世界团结在一起 这是我对这场疫情所能做出的最乐观批准